夏天没有胃口又想吃肉怎么办 蒜泥白肉啊 凉爽过瘾还不油腻 让你开心的大口吃肉 肉呢一般用两刀肉或者五花肉都可以 不能少了肥肉的香糯口感 五花肉放点葱姜八角桂皮 再倒点料酒高压锅煮十分钟就好 普通锅呢半个小时也足够了 里面断生就行 大蒜是这道菜的关键 多几点蒜泥 蒜的香辣味道解腻 还开胃 再多倒点醋再来点生抽 放点盐和糖 最后撒点芝麻和胡椒粉 搅拌均匀就可以 说到这蒜泥白肉啊它是川菜 但在很多地区不同菜系的饭店里都有这道 所以也算是大众菜了 煮好的肉捞出浸泡凉水 让肉冷却也是为了收紧 好切也能有那种紧实一点的口感 完全冷却的肉切片 这个片薄厚随意 看你个人喜好了 装盘后淋上调好的料汁就算做好了 很简单又很爽口开胃的一道凉菜 最关键的是燥热的天气里 可以大口吃肉的感觉舒坦 尝尝 尝尝 嗯 好吃 真的很好吃 软烂 然后肥肉还不腻 酸 蒜 蒜辣 辣椒辣 白胡椒辣 然后还有白糖的甜味 复合味道 非常不错